被神明托梦中了1.5亿彩票 三次连续从杀人魔手中私利逃生 而后在佛经中解读出人类末日语言 一代通灵僧三木大云身上 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三木大云是日本日联宗的僧侣 更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僧人 他育于1972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寺庙中 可就是这么一个 看着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的和尚 却在十几年前精准预言了 席卷全世界的新冠疫情 俄乌战争以及突发事件安倍遇辞 在经历一系列神奇的预测 以及拥有特殊能力之前 他也只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和尚而已 三木的父亲是京都一座古老寺院的住持 在家庭出身的影响之下 他亦从小在寺庙中休息 和每天打坐念经的生活 对于当时的他而言 几乎都是非常枯燥的地方 即便是考上了佛学院之后 他心中仍旧有一颗对大千世界 保持好奇的蠢蠢欲动之心 虽然他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佛法 但是日本的寺庙都是长子世袭制的 所以他像哥哥一样继承寺院 只能跟随自己内心的想法 四处流浪漂泊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幽方僧人 所谓流浪僧侣就是如云在天 如水在平的生活 他们就像一片草芥一样 在人间游荡 所拥有的东西就是一一一波 过着到处游历 没地方睡得清苦生活 其间他整个人的外貌和精神状态 发生了巨变 即便没有收入来源 甚至吃穿都成问题 但是他就养成了 轻让的人格和温和的心 后来去印度经历了一系列神奇的事情后 又变得红光满面 精神幻放 不仅彻底坚定信心 当一个终身僧女 而且一张原本销售的脸 变得圆润饱满 据萨姆所说 自己在印度一处寺庙挂丹时 于睡梦中梦到一束金光 其中仿惠有千万尊佛像 混化而生 醒来后就彻底觉悟 认识到真实的我 就是宇宙的本体 凡 他本身就有馋的本质 恒常不便 超越生死 可以让一个人从心灵到生活 保持无可比拟的自由与高级 由此获得了灵魂的解脱 所以他也经常被一些灵异节目组邀请 讲述自己 为何从质疑佛法 转变成了心甘情愿 终其一生 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的 以及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灵异事件 被神明偷梦中了一点五一彩票 而后人生实现逆袭 还有了通灵呢 那么他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呢 当初三木和尚从印度修行归来日本后 就把京都光照山林九寺 当作了自己的落教处 虽然这寺庙荒废了许久 而且杂草丛生 经常有各种野兽光顾 但是冥冥之中 却有一个惊喜在等待着他 就在他住进寺庙的当晚 日本财神大黑天 就给他托了一个梦 所谓的大黑天 即民间信仰中掌管农业与财富之神 同时也是佛门中 与贫苦者财富的菩萨 梦中古代大黑天出现在他面前后 幻化成了烟 三木则在醒来之后 按照梦中大黑天离开的踪迹 沿路一点点找寻 果然在一面石墙的角落 发现了一尊大黑天的石墙 之后他立刻将其拿到了自己的房间 并且每日前程参板供奉香火 或许是大黑天十分感念 三木和尚的一片成心 于是就再次托梦给他 让他去彩票店 买欺负神的主题彩票 所谓的欺负神 就是主持人间福德的七位神 其中包括大自在天 变身而成了大黑天 紧接着三木和尚 就买了十张该主题的彩票 未来的日子里 三木依旧是念经 打坐 冥想 仙霞时就一个人修缮寺院 虽然日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清苦 不过每天却过得非常充实 直到三木和尚 又一次梦见大黑天 梦中的神明 一改往日的高高在上 而是十分亲切地呼唤他的名字 让他赶紧去彩票店 查询开一项结果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平常第一次卖彩票 就中了1.5亿日元 除了停留在对故事的猎奇 与人生的感叹上 三木和尚更多的是把这个钱 用于寺庙的扩建上 如今的他实现了财富自由 终于有机会在公众面前 讲经说法 闲暇时间 三木和尚常常常进入互联网平台 分享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感悟 以及对佛学的看法 同时作为京多山下 京区光照山 年九四的第38代主持 他也希望自己的开示 能够给人间带来更多福祉 并通过怪谈弘扬佛法的行事 让更多与佛有缘的人通往解脱 能通过嗅觉 感知疾病和死亡的神僧 连续三次凭借运气 斗过杀人命案 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本事呢 其余爱犬加杀人案 是日本一级震惊全国的凶杀 讲述的是90年代后 泡沫经济崩盘 一个有说谎批的中年男子 利用宠物店老板的身份 和自己的妻子 将他们的债主朋友乃至亲人 一一杀害了 他们的作案手法也十分简单 利用宠物安乐死的药物 在饮料中下毒 这个事情虽然看起来很荒诞 但是他们却杀死了 30多名老客户 或合作伙伴 然后将尸体分成灰烬 撒在深山里 这种海人听闻的连续杀人案 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恐惑 而萨木和尚 差点就成为这对夫妇的 受害者之一 这时刚刚和活学员毕业的他 正背着背包 拿着相机来宠物店附近游玩 因为他经常路过这家宠物店 而且对其中一只哈士奇 很感兴趣 所以为这只狗拍了很多照片 可老板却觉得 这个年轻人很没有礼貌 尤其是他觉得 神佛这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于是宠物店老板 假意接见萨木和尚 表示希望他能来自己这里打工 每天的工作也很简单 就是遛狗而已 并且给他开了很高的工资 但是萨木和尚 却不应不想喂死 荒废了自己的佛学研究 于是拒绝了 宠物店老板见萨木和尚没有上当 于是决定利用他 来做一项残忍的实验 连有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的事 这个宠物店老板 曾经连续三次 把三罐咖啡给萨木和尚喝 其中每次的两罐中 都是放了毒药的 可他每次都十分幸运地 躲过了有毒的两倍 就连宠物店老板也没有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 靠着神佛的保佑 避免中毒 后来萨木和尚 也是看了新闻之后 才为自己当初的行为 长输了一口气 他表示运气并不完全是随机的 一方面 自己天生就能嗅到 疾病和死亡的气息 当时喝咖啡时 他也是选择了 没有奇怪味道的一杯 一方面受我们生活态度 和事业的影响 运气也是有指向性 往往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 运气也特别好 如果我们能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用更积极的心态 看待任何困难的事 那么就能轻易收获 意想不到的好运 感谢观看